哲學那邊大致故障也是有點多 丞翰的好像也是不錯 手擋住了 OK 西楓跟南楓跟士比的對刀 南楓跟哲學壓對 這樣子玉秀這把牌機會就相對來講比較好 玉秀那邊白皮 毛哥那邊開始碰得到 九條 再等等看 玉秀先打五萬 對 你等一下白皮碰到的話 七萬就可以直接拆了 林大哥 今天怎麼沒來打牌 六條鴨 對 吃起來 哇 湊一射 一碰就可以聽七條 七條 哲學那邊一張故障 所以這個 不能說 哲學看他拆搭的順序如何囉 七條 可是哲學這個牌 感覺不會那麼快打到七條 一條跟七條的故障 這個再晚一點打 可能會放槍給玉秀的湊一射 其實玉秀這個就不用想那麼多了 摸到就打 但是其實玉秀這個牌的話 可能還是要試情況 看七萬什麼時候可以第二張趕快跑掉 我們歡迎今天的主播 哈囉 大家好 晚到了 晚到了 晚上好 預計下禮拜 18號開始 預計 但是可能到時候再看吧 因為抽完籤之後 還要再看一下賽程選手的時間 有定 但是就是預計是18號 對 那15號是 反正15號確定是 就是資格賽的最後一天 七條 故障 故故的 對啊 他跑不掉了 太晚打了 除非他摸到 摸到六條有救啊 摸到六條 哇這個七條 這時候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放槍 放槍 湊一射 中洞白皮 因為前面沒辦法 因為前面都 其實哲學打法看起來就是 他都是 邊的故障都先打 然後那種伸張後面再打 但是如果 其實有時候可以考慮一點 考慮一下啦 危險的先把它跑掉 七台 其實說七台還好啦 因為 至少不是他自摸啦 這七台自摸起來 可能直接飛上去